台灣的現在這個 剛剛不是講過嗎 這個參會兩個負責人 我們就提到 倫敦政經學院的 倫敦政經學院的台灣計畫研究室 到底是什麼單位 剛剛講了嘛 一個是什麼 中文漢學研究的人 跟另外一個合辦的 背後的錢誰給的 我們給的 就是台灣的住英代表處的文化組提供的 你這個做法跟那個孔子學院 拿去滲透做假新聞 弄假消息 幫政府官員擦脂抹粉 你跟孔子學院有什麼不一樣 我去檢舉 我寫信給英國倫敦大學 說你們搞這個台灣研究計畫 根本就是在搞間諜活動 根本就是指入尾碼 顛倒是非 蔡同學你把你的手伸得太深了吧 你不要把我們辛辛苦苦 在海外做的台灣研究的 這個名聲給搞臭了好嗎 好 最後我要來看看 那麼現在呢 這個所謂的我國駐英國辦事處的文化組組長是誰 我們來看一則新聞 2017年的1月20號 中央社發布的新聞說 文化部證實文化政治評論人張鐵志 將接任中華民國駐英國代表處文化組組長 預定3月底前往復任 結果呢 這個爆派的消息 這個爆派的文化組組長不到兩個半月 在2017年的4月5號 風傳媒說 張鐵志原本要出任英國代表處的文化中心的組長 但因為妻子健康因素而請辭 據了解此職務將由想想論壇 想想論壇是什麼 是小英基金會旗下的論壇 想想論壇的主編賴秀儒接任 好 這個文章中再寫下去就露線了 他說呀 你看1月中說張鐵志要上任 然後4月份因為張鐵志她的太太生病需要照顧 所以換了人 結果文章的第二段露線了 她的太太因為生病的慢性病療程 所以她的太太不是1月份上任任命之後生病的 她早就有慢性病需要療程 那張鐵志為什麼在1月20號的時候呢 發布的時候沒有婉拒 到了4月份的時候被婉拒了呢 為什麼到了4月份的時候換了想想論壇 小英基金會旗下的論壇的賴秀儒 來接這個文化組組長呢 不是慢性病要這個妻子的慢性病嗎 怎麼突然爆派一個多月 兩個多月從1月份爆派之後 4月份就換人了呢 還沒上任就換人了呢 這個賴秀儒是小英基金會旗下的想想論壇的 主編所以呢 英國文化辦事處 文化組 想想論壇 小英基金會 還有倫敦辦事處 外交部 你我納稅義務人的錢 這一切 不都是 故事 不就這樣解謎了嗎 蔡同學 三十六年前 你在倫敦政經學院有沒有拿到學位 為什麼要動用我們的公帑 大費周章 大張旗鼓的用各種各樣的 剛才我在節目當中所提到的公關手段 來洗大家的這個錢 去做妳的個人的博士論文跟身份的漂白呢 蔡同學這太不公平了吧 好 今天呢 謝謝大家跟著我們一起追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明天還會來看看呢 昨天晚上的 今天晚上的 就是明天講的 就是明天的昨天 就是今天晚上的 這場很不尋常的 校友進不去 但是官員都來了的 倫敦政經學院的校友會的餐會 然後我們會再告訴大家 這個餐會背後的金流跟物流 好 我還要請大家呢 特別記得同學們 老師有在講 你們一定要有在聽 所以你們一定要做功課 那今天的功課呢 希望大家明天仔細的看 仔細的看 學生紀錄表上面的所有繳費紀錄 還有仔細的看 她蔡同學同期的 兩個法律畢業的PhD 他們的資料 我們會有神秘嘉賓 愛的 一定會有神秘書 與他關心 同學 你還是喝 但是 極小精神 我們會有神秘的 我們有神秘的 我們會有神秘的 希望你會有神秘的 我們會有神秘的 錯誤 這個 谢谢大家